大家好,我是星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僵尸》 自从阴书40之后,我就没怎么看过《僵尸》电影 无意中有人给我推荐这部,那我就说说看 影片讲述影星陈小豪因为以前拍的是僵尸电影 这些年这种片子却并不火爆,小豪无片可拍 加上家庭变故,决定在这个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 二四四二房 这个房间以前发生过命案 小豪在自杀的时候,被还待在这个房间的女鬼附身 关键时刻,道长有哥出现,成功救下小豪 大概觉得自己不能辜负道友的救命之恩,先决定不死 等等,这不是阴书和习惯阴吗? 好不好吧,这个不谈 反正小豪没事,本篇的导火索梅姨 跟小豪说她的房间不干净,让她小心 这时候梅姨的丈夫被小孩的吵闹声吸引,葬身于此 梅姨不甘心自己的丈夫就这么死去 找到一个黑衣道士 希望可以用倒数将自己的丈夫的魂魄拘禁在身体中 回到阳间 黑衣道士让梅姨把自己丈夫的遗体制成僵尸的尸 这时小豪碰见一对很奇怪的母子,大白还有小白 保安大爷告诉小豪 大白的丈夫曾经想要在2442强奸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学生 却被其中一个杀死 这对双胞胎姐妹也在2442房间内自杀 大白就开始精神失常 母子二人被保安大爷安排在配电房 不会被赶出去 小豪找到道友,希望可以借助他的手段 帮助大白除去2442的双胞胎女鬼 道友没有答应 如果答应的话,早就动手除鬼 还用得早懂到现在吗 小豪回到房间,被黑衣道士用血和服引出女鬼 却没能斗得过 之后还是靠道友的帮忙才抓住他们 黑衣道士答应道友会超度这对双胞胎 但是看他那猥琐的样子,就知道他根本不会这么做 不管怎么样,大白和小白总算可以回到2442自己的家 与此同时,保安大爷和道友发现梅姨丈夫有问题 保安大爷决定去一探究竟 梅姨害怕事情被发现,就直接砸死保安大爷 事已至此,梅姨他们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道友带着小白去梅姨家 打算让小白去梅姨家看看到底梅姨的丈夫有啥秘密 没想到被丧心病狂的梅姨带到厕所 送到自己即将事变的丈夫的身边 同之血让尸体事变 黑衣道士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当道友赶到时 黑衣道士沿沿一息 说出所有的事 梅姨丈夫的死是他干的 他想要得到这具尸体作为荣幸 加上那对双胞胎魂魄 可以强行向天见命 跟孔明当年的七星灯差不多 大白无意间放出那对双胞胎的魂魄 又看见自己儿子小白的鬼魂 小白一死有事烧纸 大白决定去找僵尸决斗 很可惜被反杀 双胞胎魂魄魄跟僵尸合体 小豪也被统一枪 为除僵尸 小豪请求道友帮忙强行续命 对一个已经觉悟的男人 任何哀愁和悲伤都是对他的侮辱 道友取出祖传法器 小豪开启人肉盾牌模式 拖着这个僵尸不是僵尸 鬼不是鬼的东西一起下地狱 梅姨也自杀 您要是一开始就有这个觉悟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陪葬 影片最后相当于 把电影开头又放一次 小豪入珠 啊是杀 成功自杀 说实话 这个结局 阿婆主任没怎么看懂 所以我特意去百度 发现有一种说法 我很喜欢 小豪死之前 幻想出前面所有的剧情 最终演僵尸电影的演员 在死前幻想出一部僵尸片 借此去反映 香港僵尸电影的生死臣服 影片到此结束 这大概是近几年 我看到的拍的最好的国产恐怖片 虽然和以前的僵尸片大相径庭 也没有办法拖出最后发现 整部恐怖电影 只是一个梦的这个梗 但终归有点恐怖片的样子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新兴的下一部电影 还会做一部僵尸片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 谢谢各位看官 我们下次再见